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会要求美食平台做到黄金一个小时送达 冷热餐时要区隔 运送保温要注意 定期清洁运送箱 食品业者要登陆等五大要点 守护民众的食安健康 所以今天的主轴在于资讯透明的部分 我们全数锁定在网路上一个购物或者是广告 甚至于是我们用网路美食外送平台订购的是一个食安查核 来作为我们食安州的一个第一场记者会的重点 台北市卫生局也跟六大外送平台业者合作 架设网路美食外送平台 建构食药庄网路地图专区 卫生机查结果公开透明化 提供民众直接上网查询 这项辩明的措施 也会从三月底台北食安州起跑后正式开始 我们在防疫期间当然不要忘记食安也是非常的重要的 所以台北市卫生局针对食安州 我们首波就推出在我们的食药庄网路平台开设的一个网路美食的外送专区 那这些外送专区的一个餐厅呢 它的来源来自于六大的外送平台 那这部分的话我们是针对它可能在排行榜比较前面的 民众比较优先选购的优先进行机查 所以说呢 如果你们要在点外送美食之前呢 你家隔壁的餐厅卫生局有没有看过 欢迎你上我们食药庄网路地图来进行相关的查询 陈怡婷科长另外还强调 在新冠肺炎的防疫期间 民众也要注意网路代购食品的乱象 看清内容跟标示 不要购买没有经过查验的食品 卫生局更公布 108年食品违规广告中 网路广告违规情况最严重 其中减肥瘦身最多 提醒爱美的民众千万不要为了瘦身 而购买或使用来路不明的产品 保障生命财产的安全 记者李嘉金 陈文旭台北报导 他过去带到他的时候呢 他就问我 我怎么说 带到他的时候呢 我怎么能够